毕业生代表六年四班石宣伟同学请出列 毕业生请起立 韶国阿菲氏 专业间六年的国小生活就要在今天告一段落 在这凤凰花开离歌生养的季节 内心的感伤就处一波经过一波的海槽 不断的冲击了心房 或在眉睫的分离 世人一则一喜一则一悲 喜的是我们终于不负师长的所望 通过了六年考验 即将向人生的新底层养帆而去 悲的是要离开如父如父的师长 和挥别同窗宿在的同学们 敬爱的师长们 可爱的学弟妹们 还有母校的一草一木 在在都是难以割舍 但人生那又不散的延习 重视离情依义 也是我们该走的时候了 师长们曾说过 毕业不是结束 而是立个阶段的开始 我们只有十七万分的无奈和感伤 我们毅然踏出木校的大门 走向人生的新底层 回忆起六年前 我们只是一群多么幼稚无知的孩童 经过两千多个日子 师长们的洗心灌溉和爱心栽培 一颗颗只能的幼苗 日志茁壮渐渐成熟 我们学会了如何做人 了解了如何做事 这一切都是师长们的牺牲奉献所换得的 我们怎么能不心怀感激和依恋 在乡下学弟学妹们 彼此相处又是多么融洽 一旦让分别更是难分难舍 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处处都可找到往日的欢笑及温馨 这里就像是一个大家庭 校长是大家长 老师是我们的保姆 同学们是我们的好兄弟好姐妹 如今离阁神阳 我们就像羽毛春风的女演 带着师长们的尊尊教会和同学们的祝福 即将离朝而去 想到陆床的温暖及安详 真实的万般留恋和难舍 别了母校别了敬爱的师长 别了亲爱的同学 今日一别不知何年何日再见 但不管天涯海角 我们一定都以您为念 以您平日的讯会为人生的指针 母校我们祝福您培育更多人才 校园整整日上 师长们我们祝福您身体健康 精神愉快 弟妹们 我们祝福你们的童年更美丽 血液更进步 毕业乐 郑重再见 最后祝福在座的各位 身心健康平安喜乐 毕业生代表六年四班徐宣伟 谢谢大家 谢谢宣伟 也曾经的祝福 全体毕业生向师长洗现实力 现在我们邀请 我们邀请